如果中國國台版現在一對外公佈 福建對台西環文件21條 他們是提出中華融合要發展西環區 希望請我們台灣人去福建買房 各位親愛的台灣鄉親市長 今天你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陳彬華 專家用待議給大家宵援 郭台版新幾位福建人 丹彬華 早上記者會發出報道台灣 稱讚吼心 說他很多年前 在台灣主點彩虹 要逃過這點 優惠特別記憶 也以後十時 郭文英就要記憲記者會 所以並福建對台西環區 記帖政策 郭台版十日暗時 公佈福建對台西環文件21條 提出兩款結合發展西環區的幾位 裡面有五大項 包括出銷台包十大項記 後來台灣民眾在福建買房 立日中國社會保險體系 而且特別強調說 支持英美和金螞 高速結合發展 和金螞通電 通局 支持金螞共用英美新幾項 郭中馬祖也是比較辦理 郭台版說 這個時刻提出市環區 正在意味是很高 希望能夠拉攏金螞的民眾到中國去發展 策略上其實某些人有試圖想要影響 這台灣的選舉 有戒選的這樣意味 郭先生提議說 中國之前也有提出經濟是環區 不過都失敗 高雄目前中國的經濟表現不好 也會有國安風險 對台灣民眾來說 去中國做生意買房子 去引力已經不大 不過這行業有想要給金螞蟻媽祖的民眾 更加加緊張國 都要特別注意 記者 中學報道